看看那是贵州 雨雾缭绕的山间 人美 水美 山美 满眼都是童年的回忆 虽然我是在贵阳长大的 但是到了这块地方就觉得亲切 我们贵州就是没有一块地方是很平的 87%差不多都是山地 非常可怜的一点点平地 然后大家就会把它变成种菜 就是这种生活所需要的 这些怎么讲的 就大家都是一直在追求的是温饱问题 因为确实可以用的地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所以真的贵州人民需要大家的关注 大家来帮助什么的 就希望大家都加入到这个行动里来 当然我作为一个贵州人 我先来看一看 来摸索一下 看看他们确实的需要 就是想多做一点什么 对家乡充满眷恋和牵挂的宁静 向节目组发出心愿委托 希望能加入行动公益团队 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收到委托 我们在行动第三季第二站 来到了贵州省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 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给予了道真灵动而秀美的风采 也更是拥有了呼吸之城的美誉 而此次受邀的公益大使们又会是谁呢 好